人家的东西 瘾又血瘾 搞不正常的关系 夫妻以外的关系 杀到瘾 身体有三种恶业 口呢 有四种恶业 其余两十二口忘语 再来 意内有贪 撑 吃 这十种恶里面最重的 就是我们的嘴巴 口叶 我们这只嘴巴 我们这只嘴巴 每天都在照页 都在散播是非 散播谣言 为了维护自己的名义 维护自己的权力 不习的 编造 不识的话 伤害众生 诸位佛友 你摸摸你的良心 你从小到大 是不是曾经为了报复 贪小便宜 或者是为了一点 明 而 讲谎话 去抹黑一个人 伤害另外一个人 所以 第二点 要告诉诸位的 你怎么样过日子 你才会 活得快乐 三个条件 第一个 不听是非 我们这个耳朵 我们这个耳朵 要听佛法 我们不听是非 因为是 跟非 是对立的 你听 大面之词 绝对不会准的 当这个人 受到委屈 他就会透过 主观的意思 去筹划别人 去扭欺别人 什么恶意 什么恶言 都讲得出来 所以 如果我们没有智慧 听 大面 之词 那你就 会被蒙蔽 得不到真实之下 你不但 听到的 不是正确 而且 而且 也会 把错误的 传给别人 很重要 不能说是非 不能传是非 不要 听是非 听 对我们没有好处 讲是非 对我们没有好处 传人家的恶 世间人 都要隐恶扬善 何况我们一个学佛的人 我们一个学佛的人 要了生死 要成佛 要成圣成显 每天 都在传人家的 是非 你说 他能够成佛吗 他会成佛 佛 跟某 因 很像 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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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 差一点点而已 所以说 三个 修行的根本 不听是非 不说是非 不传是非 这个 希望你们一定要记住 总是这个对我们修行 没有帮忙 你不要去管人家 怎么样烂 怎么样坏 你要管你自己 有没有烂 有没有坏 这个是最重要的 你要把自己管理得很好 让自己好过一点日子 你为什么整天管别人呢 愚痴 像我 不就不会管别人 我用感化的 我渡得了你渡 渡不了你 那我先渡自己 那当然是这样子了 哎 我 记住哦 不要 因为 别人的 坏 而 影响到你的心情 所以 我要告诉 诸位 一记 折邪明言 你们一定要 记住 对生命 不了解的人 生命对他 就是一种惩罚 再讲一遍啊 不了解人 生命的人 不了解真正生命的人 生命对他是一种惩罚 因为他每天都过很痛苦的日子 大声一点 免税的 新加坡都免税的 好 所以说 你要惩罚自己吗 你要跟自己过一步去吗 如果 你要过得快乐的日子 你要听师父的话 底下 我讲一个 不传是非 不说是非 的典故 是怎么来的 呃 我们这个稀饭的时候啊 这个天花板呢 突然 掉落 一个 脏的东西 这个烟烟啊 烟烟啊 就用汤匙 把它弄起来 摇摇看 是吧 刚好 红纸 孔子 在后面 看到 孔子在后面看到啊 孔子啊 就很 不太高兴啊 他就说 哎呀 这个圆圆啊 煮稀饭啊 我啊 做老师的人啊 还没有吃 他怎么献吃了呢 哎 孔子 就告诉子路 这个子路啊 这脾气啊 是很坏的 很冲的 你们在新加坡冲知道吗 在台湾呢 很流行的 很冲哦 很冲就是很莽撞啊 就跑来 跟圆圆啊 跟圆圆啊 算账啊 他说圆圆 你怎么可以 煮老师的稀饭 可以先吃呢 你怎么可以先吃呢 圆圆啊 就告诉子路啊 说哎 这个冤枉啊 我啊 是怕 哎 我们老师 吃坏肚子 因为从上面呢 掉了肮脏的东西 我先呢 把它剥起来 先看 吃吃看 是这样子 而不是我先吃 而不是我先吃 哦 这个子路啊 知道 就回去啊 就告诉这个孔老父子啊 孔老父子啊 自己知道啊 哎 就邀请啊 这些弟子们啊 大家集合 他就孔子啊 就告诉他 所以你们看看 我 孔秋 七年 看到 他先吃 都不准 何况 道听 徒说 何况在路上 大街小上 听的那一些 是是非非的事情 怎么会准呢 我亲眼看到的 痛痛不准 何况 你随随便便 去听人家怎么讲 那怎么会准啊 所以 人 有全力 过着 快乐的日子 只是我们 不愿意 我们 我们不愿意过快乐的日子 是因为我们把自己 弄得一团雾水 我们不原谅别人 不宽恕别人 每天想要改变别人 却不想改变自己 我们每天想要了解别人 也有不了解自己 我们每天 烦烦恼恼的 本来一个美好的人生 给他这个无知 佛教讲的 无明 搞得乱七八糟 世纪人内在的安详 其实 我们 本来 可以活得更快乐 只是你不愿意 愿意 很简单 师傅刚刚 谈了这一些 你好好的去应用 你哪里不会快乐呢 一定会快乐 再来 新加坡 报纸啊 我是不了解 我现在 谈 谈这个台湾的报章杂志 台湾的报章杂志 台湾的报纸啊 至少 有三十种 今天我来新加坡 我看到里面报纸 只有一份啊 一份啊 在台湾啊 很多啦 中国时报啦 联合报啦 智力啊 早报晚报啊 经济日报啊 很多很多啦 台湾那个报纸啊 弄起来啊 二三十报啊 很平常啊 台湾以前 这个报纸啊 报道的啊 还可以相信啊 还可以相信啊 而现在啊 大家 这个职业道德啊 好像有点问题啊 文风就是雨 这个记者 自己也不一定弄得很清楚 他就写了长篇大论啊 所以在台湾很多政要啊 像连战啊 啊 还有什么 一些部长级的 常常要向人家解释 我没有这样讲 我没有这样讲 常常要向人家解释的电视啊 这个TV啊 我没有这样讲 常常要向人家这样解释啊 很麻烦哦 很麻烦啊 那么 新加坡也许 没有这个毛病啊 因为我不知道啊 所以 如果一个邪佛的人 不能 因为报章 杂志 看了 你就认为 那是真的 什么事情 要经过求证 要经过求证啊 所以在台湾啊 报纸一报啊 大家 都会讲三个字 甘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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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吗 真的吗 真的吗 这个报章杂志 变成 变成人家不相信它 在台湾的报纸啊 一登啊 人家都不相信 真的假的 都弄不清楚 所以说 最主要的 就是要告诉大家 不要 受外界的影响 来影响 我们的内在 清静的内在 我们一定要有智慧 看报纸 杂志 只能做一个参考 不要 受到 它的影响 再来 第四点 要认命 呃 台湾 这个经济啊 很好 台湾这个economic is very developed 很发达啦 台湾的总收入 可能比新加坡的人多 台湾啊 那个生活啊 吃得自好啊 在我所走过的国家 没有一个国家 有办法跟台湾比的 台湾吃的是最好的 吃的最好的 那么 在台湾啊 很多人 很喜欢算命 你们新加坡不晓得 有没有算命的 要不有空我就给他算算看 啊 在福教 要算命 是犯戒的 不管 出家 在家 算命 都是犯戒 有一种 就是 用算命 可以度众生 不犯戒 这个人啊 很喜欢算命 我懂得算命 我懂佛法 跟他讲一点命相的 他会很高兴 但是啊 最好讲好话 不要讲坏话 讲坏话他晚上睡不着 哎 有的人啊 一看到他 哦 你七月小心哦 车祸 你会死在新加坡机场 麻烦大了 现在才五月啊 要烦恼到七月 有会不会死还不知道啊 所以啊 我们 佛教徒 要 任命 不要 算命 什么叫做任命 任命 任命 就是 对于 不可改变的事实 你要任命 对于不可改变的事实 你要任命 有一次啊 有一个这个 差不多 四十八岁的 一个中年的 妇女啊 带了两个儿子 来找师父啊 啊 一个 是低能儿 一个 是神经病 他带了给师父 做什么 要师父跟他加持啊 他对佛教不认识 如果这个低能儿 或者是神经病 可以跟他 加持 就会好 那我今天这个行业是最好的 很快就赚大钱了 很快就赚大钱了 所以 他对佛教不认识 他认为 出家人 是什么都给人家加持啊 低能 低能 神经病 这个加持没有用的 好啦 他来找师父的时候啊 很伤心啊 很痛苦啊 他告诉我 他说我一生啊 他没有 造过什么恶业啊 我一生没有造过什么恶业 而我生的 两个儿子 都是白痴 他很痛苦啊 我就告诉他 谁也不愿意你儿子这样子啊 你儿子这样对社会对国家是一种损失啊 对你是一种负担啊 很痛苦啊 大家都很同情你哦 可是啊 你今天呢 不能认为 拜佛 佛佛 就一定 会叫你的神经病 好啊 会叫一个低能人 你的智商 就会变成很高 这是不可能的 他说啊 师父啊 我很精进拜佛咯 很精进的念大悲咒 可是呢 都没有笑哦 我很痛苦 我说这样观念是不对的 今天你碰到这个事实 你一定要认命 你已经有两个儿子是这样子 这个是事实 而且 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既然不可改变的事实 那你只要认命 我们人 不是邪活的 他就不肯认命 不肯向现实地统 不肯向现实地统 譬如说 他嫁一个 或者是逃一个老婆 这个老婆 很坏 我回来也不洗碗 每天都打儿子 吵吵闹闹的 他常常吃醋 跟隔壁的七十几岁的老太婆讲话 也吃醋 那个吃的快要死的了 八十几岁的也吃醋 他很痛苦 这个男人啊 不认命 每天就打他 我打给你死 你去死 你去死吧 很痛苦的过日子 每天都一直想改变他 改变他 可是呢 越打啊 他是越凶 你越打 他这个指甲 留得越长 准备啊 反攻大路啊 你有一天啊 你给他 你给他这个指甲 弄好的时候啊 你就缠了 就麻烦了 所以啊 而认命 是说 对于 不可改变的 事实 你一定要接受它 诸位佛友 我讲一句话 希望 作为你们 参考 也是一个 作用明 与其 你去排斥它 不如 去接受 这个叫做认命 已经发生的事实 不信的事情 与其你排斥它 逃避它 不如 你接受它 你说对吧 那 像我 从小 身体 就不好 我三百六十五天 没有一天 放假的 放什么假 放吃药的假 没有一天 不吃药 从小 体质就不好 很容易感冒 那么以前 也吃过很多的西药 现在 呕吐啊 一直呕吐 现在 要吃中药 就事件人在讲啊 有一个人 来问我 他说 威利法师啊 你这个度众生 一次几万人 功德这么大 也会呕吐哦 嘿 啊 神经病 怎么会这样问呢 这个呕吐生病 是人之常态咯 这跟度众生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有这个设身 一定要吃苦 如果 学佛以后 念佛以后 就不会生病啊 也不会感冒啊 念念经 家里就可以完全的 消灾解难啊 那你们新加坡医院 念经不要关起来啦 也 西药房也要关起来啦 也不可以卖药啦 那个针灸也要关起来啦 也不必针灸啦 这个都是误会 误会佛教的真理 所以说 任命是接受 那个不可抗拒的事实 我 欢喜来接受 没有 当我 欢喜 接受的时候 我会很安详 所以我今天 虽然 人家讲的说度很多众生啊 但是食无众生可度啦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从来没有烦恼 身体不好 这是我造恶 我前世有这个因果 我今生今世 要接受这个果报 如果这个果报已经产生了 我在烦恼 那会活得很痛苦 所以 你们要行师父 认命吧 认命 你们就会活得很快乐 不要抱怨 世间 没有因往的事情 如是因 得 如是果 没有因往的事情 人的冒险不一样 身体不一样 经济能力不一样 智慧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造的因果 不一样 所以说 希望大家要了解真正的生命 而不要算命 再来 因为我刚刚有请教他了 可以说讲到十点了 可以讲到十点了 一趟 我刚刚从台湾来 花了四万多块 不能讲那么少 讲那么少 不够机票钱 讲多一点 再来 怎么样 活得快乐一点 放下 得失的观念 得失的观念 真的 要放下得失的观念 你今天得到的东西 你不要先很高兴 有一天你就会失去 你今天失去的东西 有一天 你又会得到 这个世间 没有永恒 放下 得失的观念 我们人呢 没有办法 哎呀像这个男女啊 失去一个女朋友啊 哎呀那痛苦的钥匙 上吊 吃安眠药 吃安眠药 举枪自杀 喝汽 不喝汽水不会自杀 喝农药 在台湾啊 很多都是喝沙死 喝农药 自杀的 你看看啊 他就是不了解 所以说 得到的东西 不一定很好 像台湾呢 堵这个大家乐 堵得很疯狂 有一个人啊 很少中奖 很少中奖 后来啊 他牵了这个六合材啊 大家乐啊 中奖啊 中了四百多万 有一天啊 他去领钱啊 领这个现金的时候啊 四个人啊 拿武士套出来 叫他钱放下 钱放下啊 因为他是中大家乐的了 不是他辛苦赚来的钱嘛 台湾现在的治安啊 亮起红灯啊 亮起红灯啊 红灯再上去可能 紫色的灯啊 很严重啊 所以内政部长啊 那一天来拜访我洗水德啊 希望借着宗教 来治国 来灌输这个英国的观念 其实新加坡的治安这么好 如果能够加上英国佛教的观念 那会更好 那会更好 对整个新加坡的社会 国家一定有帮忙的 你有英国的观念谁敢去干坏事情啊 没有人敢的啦 你打死我叫我去绑票 我也不干的啦 你打死我叫我去杀人啦 你打死我我也不会去这样做 我有借力的观念嘛 那四个人围起来就叫他四百万方向 他 是海津陆战队 台湾的海津陆战队的身体 很壮的喔 他不甩这一套 他要学过台前道 就大打出手了 结果 对方被砍死两个 他本身呢 中了二十几刀 身中二十几刀 十方 结束吗 你来看我是结束吗 啊 我们有个假设 假设他今天 不得到这四百万 也许不会死 对不对啊 因为得到这个还财 就死了 身中二十几刀啊 所以我说啊 诸位佛友 有钱 没有钱 写佛好过年 写佛就好过年 你有写佛你就很好过日子 是吧 所以说 要放下 得失的观念 有钱 不一定很好喔 有利能 不一定很好喔 啊 你拥有 权利 不一定很好喔 也许会惹上 杀身之祸喔 很难讲喔 所以诸位如果 没有的话 诶 你就平淡过日子 不是很快乐吗 就这样子 再来 再来 我 在 最痛苦的时候 我在令 高中三年级 先是讲过去喔 交道 一个女朋友啊 我虽然这么矮喔 也有一段Romantic 哎 但是啊 我今天出家 不是思念才出家的 一定要先说明清楚 你要搞清楚啊 哎 高三 交到一个女朋友 这个女朋友 是我妹妹 同班同学的姐姐 你听得清楚吗 哎 那个时候啊 我念高三 那么在台北啊 建国中学啊 是一流的学府 一流的学府 分数都非常高 几万个人面前 几万个人啊 才有办法入籍一千个人 或者是两千人 在台北的建国中学 很难很难考上的 有没有那个时候高三呢 我就教他速写 教一教教一教 而且有感情啊 后来啊 他妈妈 不同意 她说啊 你教这个男朋友啊 长的是很英俊啊 但是 很矮 哎 很糟糕了 哎 还有啊 有一点啊 你看那个脸色 青黄不接 活不过三十岁 教授我今天活三十八 三十六 教授教授 后来他妈妈就反对了 我们相处啊 没有很长啊 就离开了 是因为啊 第一次啊 谈恋爱了 纯纯的爱啊 打动啊 像现在啊 老船长啦 老船长就是不会殷船呢 了解了 太了解了 以前不知道没有佛法啦 不知道怎么过日子啊 是吧 每天啊 看的书啊 他的影像就跑出来 哎 每天啊 电话一招 哎 是不是他 很紧张了 后来啊 人家不要我啦 我也不要他啦 他先不要我才不要啊 我也要放下啊 哎 哎呦 同学们啊 你不知道那个感情的痛苦哦 那很难哦 很难哦 哦 那个真的很难 放下这个没有那么简单的啊 没有被火烧过的人 不知道火的厉害啊 那个你明明知道啊 要放下啊 没有缘啊 没有办法 哎呀 自己啊 就跑到啊 台北大桥 想一想哦 这个桥那么深哦 跳下去就OK咯 很快就姐姐就解脱咯 看看 哎呀 这么高啊 那不行啊 那跳下去 不行啊 太痛苦了啊 十夜找一个快乐的十啊 哎 从那个桥啊 走下来 淡水河边 走到淡水河边啊 也很痛苦啊 哎 想一想 冲下去啊 淹死就算啊 哎呀 那时候冬天啊 摸摸那个 淡水河 哦 很冷啊 这个跳下去 万一没有死哦 丢水啊 哎呀 这个麻烦啊 哎呀 有死没有关系 没有死就麻烦了 会冷啊 感冒哦 哎呀 夹那个蚝子飘哦 很麻烦啊 哎呀 后来想一想不行啊 家里还有母亲啊 就那种观念啊 哎呀 这很痛苦 后来啊 我 拿到 美国 一个博士 写的一本这么大的书 这么厚的书 青年 青年人 的希望 这本书啊 写的太棒了 美国Dr. Martin博士 写的太棒了 后来 我在看 人生的 座右鸣 看了那本书 那时候没有接触到佛教了 如果早次接触到佛教 啊 那就太简单了 他要离开 我赶快赶快 哎 我方便念经 你不要查我 那现在 哎 以前不知道啊 很痛苦啊 那么在我最痛苦的时候 我就翻到 一本书 写七个字 那七个字 让我度过最痛苦的时刻 它写 时间 总会过去 得 时间总会过去的 意思就是说 时间 会 慢慢慢慢的消失 你今天 假设说 我得到他 我跟他结婚 也许现在在吵架了 不一定啊 所以你看得漂亮亮亮的 那个都是短暂的 那个都是不是真实的 有一天啊 他就去整容了 去拉皮了 还要割这个屁股 起来补喔 台湾很多歌星影星都这样子咯 割那个屁股肉喔 起来补喔 哎 多痛苦啊 为了这个脸皮啊 所以说 我也要告诉各位 当你今天 免致最痛苦的时刻 你要认命 你要告诉自己 时间 总会过去的 谢谢 谢谢 南无本是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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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我们进入第二天的演讲 在很短暂的时间里面 我们希望给诸位一个 佛教的概念 一个idea 那么我们今天的题目 还是佛教与人生 这个题目啊 比较好发挥 因为 我们每天 都是 过着人生 每一个时空 的动点上 都是人生 换句话说 佛教 就是 彻底的人生观 为什么讲 佛教 是彻底的人生观呢 比如说 我们一般 漂亮 的女孩子 是 每天 化妆 啊 这个头发 梳 梳 长长的 或者是梳小便子 台湾 很流行那种东粉头 还有米粉头 卷卷的 还有一种是菜头 菜头 鬼脏 啊 他每天为了这个头发 很苦呢 这个衣服啊 好几千万件啊 看到新加坡的百货公司啊 不买啊 很辛苦 这个家里的鞋子啊 一百多双 看到 不买啊 也很难过 是 那么 在这个佛教的角度来讲 就是 不准迷糊 啊 我们这个射身呢 是无常的 这个身体呢 是不干净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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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佛教的 观念来讲 没有 所谓的 美女 美女 只是一个躯可 而如果你用一只刀子 把这个 从胸部剖开来 你就会看到 肮脏的东西 换句话说 佛教 是不准迷糊 要很清楚的 透视 每一件东西 所以当一个邪佛的人 彻底的 去研究这个真理 什么事情 都骗不过他 骗不了他 他永远不会迷糊 比如说我们呢 哎 小姐们 每天为了这个身体啊 化妆啊 都要浪费两三个钟头 啊 他们今天化妆 明天 又重新化妆 我常常想啊 如果今天化妆啊 不要卸妆 那就放一个礼拜 那多可爱 不必每天为了这个脸呢 很麻烦呢 啊 我们现在 执着的金钱 圣人告诉我们 世间 唯我 所用 非我 所有 没有 就是说 世间 任何的 东西 只是暂时 借你用的 没有 永远的东西 比如说你 今天有很多钱 你死了以后 这钱不是你的 你今天有一个好的床铺 你死了以后 马上 扛出来 放在客厅 客厅给也要给你放还不错了 啊 再来就进入火葬场 你现在的儿子 对你很孝顺 有一天 你也必须离开它 意思就是说 好景 不长 这个世间 没有永远的东西 叫做世间 唯我所用 暂时 给我们用一下而已 非我所有 没有任何一件东西 是你的 可贷你的钱 暂时放你那边 也许你明天放我这里 后天放银行 在大后天车祸时 放盐罗王那边 而所以 所以邪活的人啊 不会因为有钱 就很骄傲 也不会自己 很穷 就很自卑 而三餐 吃得饱 好 过一个很平淡的生活 也是一种享受 只是因为众生不了解真理 所以说 佛多说 佛多说 心灵的窘困 是人生最可怕的贫穷 世界上最穷的人 不是没有钱 是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 你就一定贫穷 没有钱 你不一定贫穷 在座诸位 你们今天来听呼佛法 是不是比那些有钱的人 更富有呢 台湾的 有人问啊 说 慧立法师 你说你很有钱 像台湾的王永庆 新加坡的黄祖耀 都很有钱啊 那么有人问哦 那你比较有钱 还是他比较有钱啊 在座诸位啊 说我们 很有钱 我们执着很有钱 我们每天 必须为这个金钱 有钱也是很困扰了 在台湾呢 黑星的 红星的 黑星红星就是手枪啊 随时啊 都会找上门来 很少人找和尚 那 哎 那么 他们的心 整个放在 事业里面 而我们修行人的心 放在 整个虚空 当我 对世间无所执着的时候 虚空就是我的财产 你说不是吗 所以说 只要诸位 只要诸位 你能够放得下 步道 所有的山和大地 通通 是你的财产 你比如说 这个鼓掌啊 这个鼓掌啊 像磕瘦一样的 要大声一点 免税 新加坡都免税 嗯 比如说 One flower 你看一朵花 当你今天 你很有钱 但是是你内在 你的脾气 很坏 有公司的老板 他仗着他有钱 就喊这个奴婢 喊来喊去的 稍微一不顺意 就生气 看人家不起 看不起人家 自尊心 优越感 把自己抬得很高 这种人 最脆弱 是生活在 人家赞叹的世界里面 这种人 是世界上 最脆弱的人 因为他经不起打击 好 这是一朵花 当他今天 发大脾气 你叫他来看这朵花 不漂亮 他这个人 失恋 你叫他看这朵花 他内在里面所想的 只有他的女朋友 他今天 使了太太 他看这朵花 怎么看 也不漂亮 因为他失去一个半 今天 你的钱 被倒掉了 你来看这朵花 你看到这朵花 会变成新加坡币 钱就冒出来 想钱想婚了 一个人 一个人的心 不能控制 控制 要控制住 放得下 一样一朵花 失恋的人看这朵花 不一样 前辈倒掉的人 也不一样 如果一个修行人 他坦开他的心胸 他不介绍什么 他对世间 无所求 一个人到无所求 人到无求 品质高 一个人到无所求的境界 他的品德 自然就非常高烧 所以说 无欲 则刚 没有欲望的人 他讲话就直 他不需要弯曲 所以说 一个修行人 来看这朵花 多漂亮 其实不是这朵花漂亮 是修行人的心很漂亮 你知道吗 很漂亮 一个修行人 一个修行人 他能够放得下执着 他没有我直 没有我像 他知道这个 不是真实的身体 不是永恒的 他为什么 不在有生之年 多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呢 所以修行人 他看什么东西 都很顺 所以诸位 朋友啊 你们一定要记住 协佛以前 看什么事情都不顺 协佛以后 你们要看什么事情都顺利 这样子 你就会 得到真正的安详 所以说 竟无好坏 唯心所造 境界 没有所谓的好 也没有所谓的坏 你今天情绪坏 世间什么事情都不好 你今天情绪好 什么事情都很好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就是要有智慧 是心的问题 不是静的问题 所以若人欲了之 三世一切佛 三世一切佛 应观伐戒性 一切为心造 意思就是说 如果 有人 想要了解 十方 三世一切佛 若人欲了之 三世一切佛 是人家怎么成佛的 应观伐戒性 你应该观照这个宇宙天地万物 应观伐戒性 一切为心造 一切 都是因心 因为我们的心 而有的 所以 心灵的囧困 是 人生最可怕的贫穷 所以在座诸位啊 你们身上没有钱 没有关系 但是 不能没有智慧 不能没有智慧 诶 怎么不鼓掌呢 我双手一笔一停一下 就是要鼓掌 在台湾啊 有一个政要啊 他讲前奖金讲到一半的时候啊 他这个两手都会 都这样子 诶 这就不讲话了 诶 看底下 诶 大家就鼓掌了 诶 所以要学习默契啊 等一下我如果这样不讲话 你拍大声一点这样 再一遍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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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死大事 要探讨人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呢 基督教讲二事 天主教也讲二事 就是我们是从上帝来的 还有来世 经过审判 然后进入天堂 佛教讲的是三世的观念 过去 现在 未来 是三世的观念 所以佛教讲生怎么来的呢 就是一种无形的力量 英文叫做 所谓的业力 业力啊 强有力的力量啊 这个我们明天晚上要讲 更精彩 比一下 比一下 以后你们鼓掌我就比一下 我们 从神到十 中间 有的长 有的短 这个在基督教的思想 是说上帝的安排 这个在佛教的角度 就是业力的牵引 他的业 就是这样子 没有办法 你要认命 你前世杀生太重 今生今世 你短命 生病 一生治不了你 那么 我们众生 一个错误的观念 很 很恐惧这个死亡 看到人家 那边摆棺材 他要从这边经过 他要绕一大圈 怕卡到这个鬼魂了 怕卡到这个鬼魂 很怕看到这个棺材 所以 我们不应该怕死 我们应该怕生 简单讲 你有生 一定要死 没有例外 没有一个人 有办法 跟死神抗拒的 你生 就必须死 所以诸位 你要怕生 要怕来世 再来偷胎 要是再来偷胎 你一定要死 所以 今天的世界的鬼人 拿破仑也好 台湾的总统李登辉也好 美国的总统 沐西也好 包括任何一个世界上的人 政治人物 有钱的人 通通要死 不会死得及手 通通要死 好 从诸位的鼓掌之下 就知道同意师父的看法 所以 死 不恐怖 它是世间的真理 当死亡降临的时候 我们 我们 一定要告诉自己 春 天地之下 春夏秋冬 人 有生毛病死 它是一个 自然的真理 没有例外 没有例外 我们每天 都在恐惧死亡的来临 人还没有死以前 对这个死亡不认识 有一只恐惧人 每天怀疑的 到底有没有来世啊 可是又没有 又没有机会 去听到佛法 也没有人 告诉他真理 他就这样 迷迷糊糊的走了 所以 在座诸位 你今天 来到这个世间 有生 换句话说 有一天 你必须死 死亡 死亡 对这个宇宙 是一种 很自然的 Nature 好 如果你 你不会死 这个世间 就没有所谓的无常 一出生下来 就不会死 就没有所谓的无常 我放这样 没有叫你鼓掌 我放这样 叫鼓掌 放这样 是没有想到 这是你多的 多的 所以说 我们应该未生 不应该未死 那怎么样 才能够不生呢 有好几个方法 第一个 比如说你修禅宗的 你明心见性 你开悟 所以你拜那些外面的神鬼啊 你没有办法解脱 因为他没有佛法 没有真理 他自己本身就是六道生死的凡夫 你在路边上所看到的 什么庙啊 这些神道啊 这个不究竟 他也是六道生死的凡夫 明天就会讲到 要怎么样才能够不生 我经里面开示 你要明心见性 见到自己的本性 不生不灭的 生死从哪里来的 从起心动念来的 你起了一个念头 你的念在就有一种力量 比如说 你执着 你的金钱 你出门的时候啊 就是 你 感谢观看